今天是2022年4月21日星期四 2017年也就是五年前的今天 周深的新歌《黎明的翅膀》正式发布了 这首歌曲是周深为DNAF动画演唱的OST片尾曲 同年周深还在上海街头现场演唱了这首歌曲 并且那一次的演出也成为了周深首次户外街头演出 还是值得纪念的 在歌曲《黎明的翅膀》之后的第三年 也就是2020年 周深又为DNAF动画的第二季演唱了推广曲《启示》 歌曲《黎明的翅膀》是周深为国产动漫演唱的第二首歌曲 而歌曲《启示》则是第43首 也就是说在三年的时间内 只是为国产动漫周深就演唱了超过10首歌曲 说到歌曲我们再一起看一下腾讯音乐游泥榜 目前周深的歌曲《清新》依旧是把试着实时榜的第一位 成为本周周榜冠军的头号种子歌曲 而周深的另外一首新歌《征途》也是有现在不错的排面 以及从上一次的第18位标升到了目前的第5位 并且也是KK音乐标升榜的第三名 另外周深发布的三月份主打歌《叫人之歌》 不仅在腾讯音乐游泥榜上拿下了周榜冠军 同时也进入到了腾讯音乐浪潮榜的3月Top20 关于腾讯音乐游泥榜和腾讯音乐浪潮榜之间的区别 学了之前也提到过 前者是粉丝导向型 而后者是专家导向型 能够同时进入双榜 也是一种极大的双重肯定 恭喜周深 除了腾讯音乐的榜单 我们再看一下国家联合新浪微博一起举办的 2021世大年度国家IP评选活动 对于这些活动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因为当时有长达一个月之久的在线投票活动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参与 最终歌曲《何光同春》和《星渝》 在音乐赛道上分别以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身份杀树重围 进入到了专家评审阶段 如今终于要出结果了 时间是4月26日 也就是下周二揭晓 这两首歌曲 一首是与世界环保相关 另外一首是与冬奥相关 无论是从内容的寓意上 还是歌曲本身的质量上 能够拿奖都是实至名归的 最后小编还是要再提一下 《天字的声音》第三季了 因为小编在上一个视频中谈到了一些爆料 既有热情朋友留言评论和私信 首先要感谢他们 明晚的《天字三》第六期 周深将会和上歌曲冷哭到底 而在《天字三》的第三阶段 除了于五颗月的可能性 周深也有可能与胡梦舟搭档 如果是和胡梦舟组合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周深又将与女歌手实际交臂 当然小编也不是刻意想要让周深搭档女歌手 只是说全部与男歌手合作的话 这个概率就像是中采了一样 说到这里小编还是那一句 以上爆料来自于网络 最终的结果以当日节目播出为准 既然是吃瓜 就要有一种扑朔迷离的神秘感才够带劲 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取某种满足感 最重要的是 有周深的舞台 就是值得期待的 周深的两首歌曲入围了 2021世大年度国家IP评选 以期待获奖吗 你对周深在天司三的期待是什么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经常更新